buddream 那邊Lin呢 我们今天來談談 HOP Improvement Program 好嗎? 好 我們的HIP過了 沒有 沒有 因為剛才我穿我的這個 shockcy 我不要從講幾個位置 對嗎? 我們HOP Improvement Program 已經過了將近一年了 一年了,假如可以再来一次的话 你要再来一次吗? 不要 很痛苦的 很痛苦,对吗? 所以,经历了HIT之后 我们提出这五个建议 希望可以帮助你们度过你们的HIT 第一点呢,防尘的工作一定要做 第一天敲的时候,应该是最脏的吧 那个灰尘呢,就会无孔不露 所以,防尘就是Dust Brewing的过程 我觉得是我们要谈的第一重点 所以我也是有听说过,在这个防尘的方面 你可以自己做,或者你可以Outsource 我听说有专门在帮人家做Dust Brewing for HIP 这是听一个邻居跟我们讲的 所以他也是有联络这个contractor 去帮他们做Dust Brewing 我的contractor 我们决定自己做 自己买了材料 来做这个防尘的工作 然后要买些什么材料呢? 那时候我们是买了一些extension rod 买了整十支extension rod 然后还买了很多贴 有什么贴? 有masking贴 有dark贴 有transparent贴 有painting贴 我觉得最好用的就是这个tap 这个tap是什么tap 这个tap是superior i think是dark贴 它有一个number的 superior420 很好 它可以把你的那个brass tape 粘得很老骨 隔着那个空间的brass tape 要很大片 所以我们就买了那些painting brass tape 因为那些painting brass tape Nippon的那些painting brass tape 很大片的 所以我们也是买了很多片那个brass tape 就用自己的那个想象力 就是全家人就在一起 你要怎么样去粘 怎么样去把这个brass tape 装上来 然后怎么样才可以让它稳固 不断的尝试 然后才可以成功的把这个隔离的地方 就是弄好来 虽然不是很专业 就是有好好的用心的去做 就是大家的努力用心的去做 我觉得 还做得蛮不错的啦 所以这是第一点 贸易No.2 其实需要用到的东西 就要准备好啊 那我们的那个主人房也不能用 对吗 所以主人房啊 储藏室里面所需要用的一些东西 其实很像 那些ballet trees啊 又或者我们放在房间的一些衣服啊 孩子的孩子的校服啊 我们需要更换的一些衣服 这些就要提早拿出来 然后我们我们做 dust proofing 我们做那个防尘工作之前 就要全部拿出来 不然我们就要封起来了 对吗 就不能再access了 所以这些东西就要拿出来了 不然我们可能 可能到一半才想到 哎呀这个东西忘记了 那个东西忘记了 真的是很难拿了 我为我们的那个 防尘的那个工作 就是那些plastic啊 已经封死了 封好了 然后我们要再打开来 最后很脏哦 就会千功尽其 对 好的 现在再谈谈 第三点 第三点就是 特首的那个地砖 就是不用HIP的那个地砖 当然这个要支付 额外的那个费用嘛 不过我们觉得 有几个好处就是 假如换自己的地砖 你可以换 比较大片的地砖 那HDB给的地砖 是20x30cm 那假如你要换大的 你可以换到30x30cm 要是我们的那个地砖 比较大片对吗 所以地砖跟地砖之间的 那个缝就比较少一点 通常就是那些 那个缝之间的 那个地方就比较难清理啦 所以要是比较少 南清理的地方 不是更好哦 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 假如你用自己的地砖呢 你可以去选 你想要的那个颜色 那个款式 因为又可以跟着你的 那个家里的那个主题 这样换一下嘛 也是有听到一些朋友的建议 假如你自己买的地砖呢 通常会比较厚一点 因为厚一点呢 它就比较耐嘛 地砖是比较难换 假如有裂还是什么 会比较难换一点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选择了 是买自己的地砖 然后让HTB 来帮我们换啦 需要多还钱吗 需要 假如要换回 20x20cm的那个地砖呢 HTB是不加收费的 假如你要换比较大片的呢 HTB就会收一些费用啦 具体的那个费用 可能就要去问你的HTB的那个office 那我们去哪里买地砖呢 我们是去Hafari 很大的一间地砖公司啦 所以你到了那边呢 它就会有一些销售员 就会带你去看一下那个地砖 看你喜欢哪一种 看完之后呢 你甚至还可以拿一些样本 回来回来家里看一下 哪一个地砖 会比较适合你家里的那个款式 当你决定了那个地砖呢 你就可以跟Hafari订 然后他们就会把它送来你的楼下 他们会把它送上来 所以我们怎么样安排呢 在HIP第一天还是第二天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安排 Hafari把你要的地砖 送来你家楼下 像我们的例子呢 在HIP开始的时候 他的HIP工人看到我的地砖 已经送到楼下 他就很自动的上来跟我讲说 你的地砖已经送来了 你要我们帮你把它送上来吗 所以他们就推着那个trolley 很热情的把我的地砖送了上来 当然我也是给他们一点 查水费啦 因为这些地砖真的很重的 一个人是不可能把他们搬上来的 他们是很重很重的东西 所以一定要小心一点 不要伤到自己的腰 好 现在谈一谈第四点 第四点是你最喜欢的 马桶 可以谈一下 你为什么不要用HIP的马桶呢 你要自己买自己的马桶呢 我就有打听 就有向朋友打听说 这个HIP配套的马桶怎么样好吗 然后有几个就说 其实那个HIP的马桶 很像它那个沖水的那个力度不大足啊 这样我就有点担心了 因为马桶要是冲力太小的话 其实是相当麻烦的一件事了 需要冲多几次的话 不但浪费时间 而且又很浪费水了 然后当然 马桶有不同的款式 BATON不一样咯 清洗方面当然也不一样 怎么样才算容易的清洗度 要是那个马桶有很多坑坑洞洞的话 又或者很多地方比较难刷到 或者清理到的地方的话 就难哦 就难洗哦 就有这样洗不干净哦 所以就这两点啦 那个马桶的冲力跟那个容易的清洗度 冲水的那个冲力跟那个如何清洗马桶 这个是接下来十多二十多年的事啦 所以我们就说 哎呀看可不可以买一个 我们付得起的马桶 所以我们的旧马桶 其实用了多少年 我们的旧马桶 都用了 半进来到现在 半进来到现在 20年了 有20年了咯 马桶这个东西相当可靠 冲不下水就不可靠 对对对 我们当然有budget咯 对吗 所以我们就去看外面看了 就发现 其实马桶的那个价格 也是相当广泛 百多块也有 几千块也有一个马桶 所以我们的马桶 一个大概多少钱 350 所以假如350 可以用10年的话呢 一年只需要35块 那一天还多少钱 一天才还 差不多一毛钱 所以我们觉得 因为HIP是个大工程 就觉得趁这个机会 换一个比较好的马桶 长期来看 其实这个投资还滑得来 对吗 这个比较注重马桶 好 最后一点 第五点 谈谈 水 水 水很重要对吗 尤其是 在HIP的时候 其实 一定要买 那些 可以喝的水 那些工人 其实很辛苦 做得很累 所以累得当了 也想喝一点水了 你自己家人 其实也需要喝的 这个水方面 其实很方便 现在可以去 就是Shopee 啦 啦啦啦啦 你可以 往上订 那订的 他们就会帮 帮你送过来 我们也是一天 也是喝了很多罐 然后也是放一箱 在外面 给那些工人喝 他们差不多一天 也可以喝了一箱 一箱的快捷水 这样 所以大概 那十天里面 就订了很多箱 快捷水 提前准备的话 也无妨啦 因为 肯定不会浪费的 像我们的例子呢 在HIP之后 还有剩下 大概一箱的水 我也是 就是给那些 HIP的工人 因为他们每天都在帮我们的邻居啦 在翻新啦 所以他们也肯定会喝得到 当然 HIP Program 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要准备 我们就 只是提出 我们觉得 五点最重要的建议 希望我们的建议对你有一点帮助 也希望你在HIP的时候 顺顺利利 心情一定要放轻松 好好的度过那十天 大家加油 加油 加油